旁人马斯克拥有的美国太空探险公司SpecsX 30号在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 成功发射卫星进入到太空轨道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使用的火箭 是上一次发射任务顺利回收的二手火箭 而这也创下了太空科技史上的新记录 证明环保火箭的科技已经成熟 未来运用会更普及 如此一来渴望大幅降低发射卫星的成本 SpecsX火箭成功升空 将如森堡的一颗卫星顺利送上地球轨道 地面控制中心人员响起一片欢呼声 接下来更历史性的一刻 4.6公尺高的火箭推进器 完成任务之后也成功回航 精准地降落在海面平台 控制中心的欢呼声再度沸腾 以前太空专家都不相信 发射卫星的第一节火箭推进器 可以回收利用 如今SpecsX突破科技极限 使用先前发射过再回收的 二手火箭推进器 成功地将卢森堡的卫星发射升空 在太空飞行史上成就了一大革命 SpaceX创办人马斯克同时也是特斯拉电动车执行长 科技研发一项勇于打前锋 他进一步表示 SpaceX的二手火箭推进器不仅相当好用 还能一用再用 起码可以升空十次 甚至重复使用一百次 甚至一千次都没有问题 可以大幅降低发射卫星成本 杨振平编译